嗨,你好,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手在交易所里面买卖虚拟币的一个全过程 如果您是想交易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这些虚拟货币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因为今天的视频我会针对新手从头到尾的来给你讲一下如何购买交易这个虚拟货币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本期视频会教给您如何识别交易所的骗子 防止您收到黑钱的方法,避免我们的银行卡被冻结 这些我都会讲,所以今天的视频不要错过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步,第一步需要干什么呢 第一步需要去交易所里面注册一个账号 交易所的话,目前咱国内的三大交易所是OKEXBN火币 现在强烈推荐大家去这个OKEX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OKEX只有大陆用户可以注册了 像火币还有币安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 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续费特别的低,相对于另外两个 OKEX的邀请链接我会放在咱视频的下方 大家需要的话直接去用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如果您用我的链接可以获得一个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一个10美金的返用卡,长什么样子给您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20元的比特币,10美金的返用卡都会给您的 前提是您一定要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 我们把这个链接打开看一下 然后进来之后是这一个样子的 它让我们去别的网站,我们千万不要去点击关闭就可以了 因为另外一个网站它那边的手续费很高的 我们千万不要去 注册的话就很简单了 分为邮箱手机号哪一个都可以的 然后注册成功之后我们登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的话就说明我们已经注册成功了 就进行到第二步,第二步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APP 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 因为在电脑上我们去操作的话 涉及的东西特别多 像BB交易,股权杠杆,永续合约什么乱七八糟的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对我们新手特别的不友好 所以一定要去手机端 手机端一目了然很方便 现在手机端的话也是分为两种安卓还有苹果 先说一下安卓手机吧 安卓手机的话就很简单了 打开这一个邀请连接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我们点击一下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我们用我们的手机登录QQ或者是微信 用我们的QQQ或者是微信扫描一下这一个二维码 然后就可以正常去下载了 手机不用科学上网也是可以的 第二个的话就要详细的说一下了 就是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的话需要用到一个美国地区的ID 因为我们大陆的ID不能下载它的APP 需要去某宝或者是某多多去购买一个搜索关键词 美区ID 美区账号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演示一下怎么去购买吧 给大家看一下 先打开一下某多多的网站 然后在里面搜索一下美区ID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一个可能不是 看一下这一个呢 这样的就是 我给大家说是什么事 就是这种 带包更新 还有一次性的 像这种就是卖美区ID的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美幅就行了 美区ID 美幅 1块9抹8 如果不确定 问一下客服是不是美区ID 看一下这一个是 是不是 这一个也是 包更新 还有一次性的 选择一次性的就行 选择M 1块8抹钱 非常的便宜 这一个呢 这个也是 包更新 一次性 选择这一个 1块9抹8 然后 某宝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选择一下美区ID 第一个不要去 选择第二个都行 第三个都行 然后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 选择这种美国的 然后 这种也是 然后视频中我再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可以去某宝某多多里面去购买 当你买完之后 他这边会给您一个邮箱 还有一个 密码 给我们一个邮箱 一个密码 然后 我们拿着他登陆我们的苹果商店 这个就是我们的苹果商店 APP store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登陆的是我们大陆的ID 需要把我们大陆的ID先退出 怎么退呢 这边退出我们的ID点击一下这里 然后最下面有一个退出登陆 我们退出我们大陆的ID就行了 然后再登陆刚才买的那一个账号 还有密码在这边会登陆 登陆完成之后是这一个样子 然后搜索一下okex 第一个广告不要去 我们去第二个 为什么去第二个 他这边写的很清楚 okex 然后他的图标 四个蓝色的圆圈在一起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直接去下载就行了 我这边已经下载过了 然后只要是您用我的方法的话 都是可以下载的 我这边已经是下载过了 在这边 都是有的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绑令设置交易所 的一些信息 这个东西是必须要设置的 我这边是新号 给大家设置一下 他这个的话不用科学上网也能正常的打开 点击完成之后 进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我们登录一下刚才在交易所里面注册的账号 还有密码 登录成功之后 点击这里 然后偏好设置 本地货币 我自己习惯用人民币 选择人民币就行 根据自己的习惯 安全设置 指纹手势不用设置 然后登录密码设置上 然后手机验证最好也是绑上 谷歌验证不用 邮箱绑定上 防钓鱼码不用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资金密码 因为我们买币卖币提现出进的时候都是用的 设置完成之后一定要记得 还有这个身份认证 我们绑定一下我们的身份 一共是一二三三个等级 建议大家认证到二或者是三就行 一的话没必要 因为一的话额度太低了 认证到二三就行 然后我们设置完成这个之后 需要保证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在我们买币的时候 或者是赚钱了 来收款 那在哪里去绑定呢 在这边购买数字货币 我们点击一下 选择自选交易 因为快捷买卖 那边很多的骗子 选择自选交易 我这边选择一下自选交易 然后这边是本国货币 设置一下 所以我这边是C&Y 然后这边点击这三个小点 会出来第三个 有个收付款设置 点击一下 点击付款方式 第一次来 这三个应该都是全部都开启的 我强烈建议大家 把微信还有支付宝全部关闭 只留下银行卡 为什么呢 因为支付宝微信 在我们买的时候 比如说给别人付款 他的支付宝可能提示风险 无法转账 微信可能加他的人太多了 我们没办法去加他 给他转账 所以弄一个支付宝就行了 弄一个银行卡就可以了 然后收款账号 填写自己的银行卡 还有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 绑定上就行了 然后弄完之后 我们进行下一步 就是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USDT 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不是我的 也是我们币圈 人人都有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什么呢 叫做飞小号 我到时候会把这一个 飞小号的网站 放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有需要的话 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它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我们新手朋友 第一次来只知道 它叫比特币 但是它的英文叫什么呢 叫BTC 价格呢35万 然后24小时的涨幅 这边都有 然后以太坊叫什么呢 叫ETH 然后狗狗币叫什么呢 叫DOGE 这边都会有的 因为买币的时候要用得到 还有他们的价格都是有的 然后最重要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叫 泰达币的东西 它的英文叫做USDT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货币 什么叫稳定货币 就是它的价格 不会上下的波动 就是它是一直维持在 6块3毛7左右 3毛7 3毛8左右的 大约人民币6块3毛7 也就是说一个USDT 一个泰达币 可以换6块3毛7人民币 非常的简单 它不会大涨 也不会大跌 它是一个稳定的货币 在我们大陆 通用的货币是人民币 但是在币圈 通用的货币是这个USDT 再给大家说一下 只要是你想买数字货币 什么狗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您是在哪个国家 用的什么英镑美元 都是不能去直接购买 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转的货币 这个中转的货币就是USDT 只要是你想买虚拟货币 你必须先去买了USDT 然后再拿着USDT 去购买虚拟货币 一人民流程就是 比如说我有人民币 我想直接买比特币 那是不行的 你必须拿着人民币 买了USDT 然后你的账户里面有USDT了 再拿着USDT 去充值这些东西才可以的 好了 我们来演示一下 如何购买USDT 打开OKEX的两件 然后我们这边 我的这个账号里面没有钱了 这个账号里面有钱 我用这一个账号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这边可以切换 比如说人民币美元 我现在是人民币 现在可以切成美元 还可以切成USDT 然后都是同样的道理 点击购买数字货币 因为我现在手里面有人民币 我要先去买USDT 都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重点来了 这边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找一下稳定可靠的人 收款方式选择银行卡 交易金额就是您想买多少人民币 这边是人民币 你想买多少人民币的USDT 比如说我想买一万块钱的 在这边点击一万点击完成 然后这边隐藏T加1 因为T加1速度慢 589商行 看一下它 如何去判断呢 先给大家说 第一步看一下注册等级 是不是V3 第二个注册时间一定要大于3到4个月 也就是100天以上 然后这个总单数最好是高一点 他这边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 这个人注册时间长是长 但是他这边看见没有 总单数和服务人数太少了 我们也不找他 必有所得 看一下他 这个也不找他 现在是12月份 两个月的店铺 这个也有一点少 说哈是一种智慧 他这边虽然这两个都满足了 但是这两个不满足 我们还是不找他 小杜上行 而且这个人都不满足 这个人应该就可以了 有个400 已经8个月了 而且总单数1000多站 服务了890个人 他的完成率99% OK 然后这边有一个向他购买USDT 向他购买USDT 用人民币支付点击一下 比如说我想他这边最低买5000块钱的 最高可以买6万3 我想买 1万块钱的 1万块钱人民币可以买5000 1547个 74个USDT 我这边就不再直接给大家演示了 这边就演示一下出现了两种情况 会出现两种情况 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种点击这个之后 点击购买USDT 会生成订单 我们点击下一步 他这边会直接出现他的银行卡号 还有他的姓名 我们直接给这张卡转账 你买1万块钱的 给他转1万 买5000块钱的 给他转5000就行了 当你转完账之后 再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千万不要 还没转账 就给人家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了 千万不要这样 然后呢 他这边可能会有人会担心 我把钱给他了 他这边不给我们币 那怎么办呢 所以刚才一定要去根据 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找那种服务的人多 而且完成率高 注册时间长的人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而且他这边是平台担保交易 请放心转账 这是第一种情况 当我们转完账之后 等着币到账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 就比较特殊了 点击购买 生存订单 点击下一步 他会让我们提供支付卡号的后四位 还有近期的流水 然后我们怎么去提供呢 比如说我们想给他付钱的卡 是一张工商银行的卡 我们就找到工商银行的APP 登录一下账号 然后找到我们近期的这种流水 比如说买烟买酒 买水果 逛超市打车 像这种 8块 3块 2块 177块 这种1000的 像这种截图 我们给他看 给他看了之后 他就会知道了 您这张卡是正常消费的卡 不是那种洗钱的卡 因为那种他们不干净的卡 那种脏钱 不干净的钱 都是一笔2万3万 5万8万 10万 20万左右的 每次出账 都是这种完整的数 而且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正常人根本就做不到他们那种流水 然后我们把我们这样的正常的流水 给他看了之后 这个卖家 他就知道了 您这张卡 您是正常的客户 您是正常消费的 可以 咱们去交易吧 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卡号 还有他的姓名 发给您 你和刚才一样 给他转账 然后点击 我也完成转账 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转回到之后 在我们的账号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账号 然后点击 这边有一个资产 我们点击一下资产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 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面有钱 但是交易账户里面没有钱 因为我们只是把钱给冲到账户里面了 如果我们想去交易 去买比特币的话 我们需要从资金账户滑转到交易账户 怎么去滑转呢 点击资金账户 有一个资金滑转 币种选择USDT 从资金到交易 然后点击全部滑转 点击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就有钱了 选择交易 然后我们可以去买各种币了 第一次来的话可能不了解 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吧 这里可以选择您要买的币 比如说狗狗币 以太坊 什么实币 比特币都行 这边是他付款的币种 这边是买 这边是卖 这边是确定的 这边是我们的余额 这个4407 是当前以太坊的价格 如果您把这里改成比特币 这边就会变成比特币的价格 然后很多朋友第一次来 第一次玩这个交易 说不懂 就可以用到非小号了 比特币叫BTC 然后刚才狗狗币 行 那我先去买一个狗狗币吧 点击这里 输入DOG 选择BB交易 一定要选择BB交易 这边出现了狗狗币 然后用USDT去付款 点击一下 然后狗狗币当前的价格是0.21 我有多少个USDT 可以买多少个狗狗币 然后我想买比特币 BTC 选择第一个 比特币5万6 我想买以太坊 输入ETH 选择BB 以太坊 然后这边 这个限价委托 一定要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 是最优的价格去下单 我想全部买成 以太坊 点击100% 我想买一半 选择50% 然后点击买入以太坊就行了 然后比如说现在 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4400 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然后过两天 以太坊涨了 涨到了5000了 我们赚了600个 然后怎么卖呢 点击这个卖出 和刚才一样 市价委托 选择100% 然后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呢 那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 给大家先标几机啊 是不是一个4400 买 然后5000 卖的一个全过程 中间是不是盈利了600个USDT 然后我想把这600个USDT换成人民币 那怎么弄呢 点击资产 然后钱在交易账户里面 我们如果想出金换成人民币 需要从交易账户 划转到资金账户 就是卖掉USDT换成人民币 点击资金划转 币种选择USDT 从交易到资金 全部划转 点击确定就行了 然后再点击这里 然后因为USDT 也是虚拟货币嘛 我们需要卖出 比如说我现在有870个 我要卖出 然后和刚才一样 选择自选交易 收付款方式 我们选择银行卡 交易金额 就是你想卖多少人民币的 我想卖6000块钱的 输入6000 然后隐藏替加1 然后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徐来宾 他这边三个月的店铺 我们不找他 太阳币行 一个月的店铺 也不找他 一个月的 也不是说他们不可靠 而是说他们的钱 都是那种不干净的钱 一般像这种 注册时间短的 像这种 基本上就是那种 很确定的 大卖财富 两个月也不找他 一个月的 这个爸到小娘子就行了 他这边注册时间是2月份的 已经10个月了 而且总单数 9000多单 那非常的好 然后点击向他出售USDT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他这边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最少你要卖8000块钱的 最高可以卖个时 百千万 十万 可以卖18万 我想全部卖 点击全部 我这边如果卖掉870个USDT 我可以获得5400人民币 然后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点击这里的出售USDT 然后卖家那边就会收到一笔订单 我们再点击一下 我们再点击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看一下我们的银行卡里面有没有到账 如果到账了5400 我们就把这个币给卖家 后边会有一个放币的按钮 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4400 买了一个币 5000卖了一个币 中间盈利了 然后盈利了比如说800个USDT 然后我们又把这800个USDT 换成了5400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然后这个小娘子 我这边关注一下她 因为我感觉她挺可靠的 好了 今天视频到此结束 有问题 视频下方留言 对